第439集 新元穆姆 2023年12月21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情况 先说国际局势 大家记得之前金角银角的故事吧 那个巴以冲突 西游记中记录了 巴以冲突是被习主席彻底解决了 现实中解决巴以冲突的标志 就是建立巴勒斯坦国 这个全新国家的建立 不是小小的一个国家建立 而是西方邪恶帝国旧秩序的死亡 所以啊 作为西方邪恶帝国救治力的核心 以色列犹太人自然不会同意 那么怎么办呢 这就是啊 以色列玩命的要揍巴勒斯坦 打到他屈服 可是巴勒斯坦 以及当地的阿拉伯人根本不屈服 于是呢 阿拉伯人反过来揍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 就来回打来打去 以色列啊 一天不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 他一天就被揍 目前他正在被揍 大家要知道啊 打仗打的是后勤 以色列国土面积 大家知道有多大吗 就两个北京 以色列人口900多万 都不到1000万 还没有北京市一半人多 你这么想一下吧 我们就说北京 如果北京进行一场战争 我们就说后勤 北京有庄稼地吗 没有啊 那么打仗粮食哪里来 得外面运进来 还有更关键的 北京就算有兵工厂 可是没有原材料啊 原材料也得外面运进来 所以啊 以色列能持续对抗巴勒斯坦人的根本 在于有一条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链条 你就看看这个地图 野门胡塞武装 封锁了红海运输通道 去往以色列的货轮 走不了这个地方了 那么你就看地图 如果以色列还想得到这些物资 那么这些物资啊 就要绕整个非洲整整一圈啊 整整一圈 如果对大家啊 对这个没有概念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啊 原来天津 天津有一车铁矿要运到北京 你看北京 北京天津啊 这个距离多近 直接顺着高速公路或者铁路就来了 可是现在这条路被切断了 那么天津一车铁矿 要运到北京 他需要沿着海岸线走 他一路走到上海 走到广州 然后走到西藏 然后走到新疆 最后从内蒙古进河北 再来北京 大家懂了吧 这就好像啊 你在北京 要去天津旅游很轻松 这都不到200公里 你随时都能去 当天来回好几趟都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啊 简单的去天津 就变成了 还中国旅行 你就算算 时间和金钱的花销 能一样吗 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啊 如果这样你还不好理解 那我再换个比喻啊 之前呢 这个红海通道 还长通的时候 我们假设以色列人 打一颗子弹 需要十块钱 那么你看现在啊 红海通道被封锁了 以色列人 打一颗子弹 他需要一万块 大家懂了吧 打仗就是打后勤 一万块钱一颗子弹 你算算 以色列还能打几天 以色列人 不同意巴勒斯坦建国 那么结果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给打没了 犹太人死绝了 你看懂了这个 那么你马上会有问题 为什么胡塞武装 以前不敢封锁以色列呢 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西方邪恶帝国还存在 胡塞武装当然不敢了 他如果敢这么做 美国军队立刻揍死他 而美国军队 为什么那么厉害 我告诉大家啊 因为美国 他全国上下 只是一支军队 他是纯军队 美国军队的后勤 怎么来的 是胡锦涛的中国 邓小平的中国给的 胡塞武装 如果敢封锁红海 你表面看是美国军队揍他 其实背后是 中国和美国一起揍他 那么他当然不敢做了 可是现在 习主席已经布局多年 到了彻底掀翻 西方邪恶帝国旧势力的时候 美国真的就只剩下一支军队了 他没有后勤了 只有军队哪敢打仗啊 所以美国人就不敢揍胡塞武装了 结果红海就被封锁了啊 然后呢 以色列他就根本打不起这个仗了 以色列战争成本激增 一颗子弹从十块钱变成一万块钱 而巴勒斯坦人 却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 丰富物资支持 你就看这个战争 你就是只计算的战争成本 以色列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 一步一步解决 而其标志就是巴勒斯坦建国 或者以色列死不悔改 那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揍没了 犹太人就死绝了 而要做到这一切 那么你看啊 其实美国是暗中配合的 如果美国不配合 他孤注一掷的揍巴勒斯坦和胡塞武装 那么这两个地方也支撑的很困难 但是那样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半点好处也没有 相反的 那样美国死的更快 所以美国就不动手 大家看懂了吧 同时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闻啊 新加坡金管局要求 跨境汇款公司暂停使用非银行渠道 向中国境内个人汇款 因为呀 中方表示 某些汇款过程中涉及犯罪行为 因此导致汇款人或收款人 在中国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这个新闻什么意思呢 我就直接说本质吧 新加坡呀 它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国家 它其实就是一个城市 它扼守马六甲海峡关键位置 它是西方携身的一个啊 小小的核心节点 我们单说金融 这个新加坡就是洗钱大本营 那有大赌场 什么都有 中国最大号的那些汉奸卖国贼 你比如啊 到了朱镕基 温家宝 刘传志 马云马化腾 这个级别的 他们的黑钱 很多是通过新加坡 新加坡呀 洗干净的 流出国外的 我不是说啊 他们的钱全部都通过新加坡 而是说肯定有一大部分通过新加坡 我们只要知道啊 新加坡是汉奸的洗钱通道就好了 而现在呢 新加坡金管局啊 这个新政策 暂停使用非银行渠道 可以说基本掐断了 汉奸洗钱的路径 只能用银行机构了 就是可以被监管了 大家懂了吧 所以啊 你看这个新闻 是新加坡 它的本质是在配合 中国内部的抓汉奸行动 而新加坡 为什么配合我们抓汉奸呢 之前他们怎么不但不配合 相反的 他们还给汉奸洗钱呢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啊 过去是西方邪恶帝国旧的秩序管理事件 新加坡是为那个旧秩序服务的 现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新的世界秩序 新加坡要为新的世界秩序服务 大家懂了吧 很多时候啊 很多地方 很多人 你都可以看成就是一把贴菜刀 它本身就是个锋利的工具 只是分啊 拿在谁手里 之前我们可以说 新加坡是美国人管理的 或者说犹太人管理 都没区别 反正都是西方邪深的人间马仔管理 而之后呢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 被中国人管理 大家懂了吧 所以呢 中国需要大量的深刻理解一带一路 明白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 全新干部成长起来 去真正管理全世界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干部 我们还真的啊 没办法管理这个世界 因为你没有人派出去啊 你比如啊 你现在派朱镕基去管理新加坡 那你觉得 这个朱镕基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吗 那当然不是了 他肯定是坐镇新加坡 直接要从根子上挖断中国发展呢 对吧 显然朱镕基一定会将中国的发展灭绝 所以啊 官僚集团 你们就看看这个未来局势 你们就更加明白 国家不是不给你们机会 相反的 国家给你们展开了一条 全新的通天大道 你们只要能认清世界本质 你们就可以成长为全新的干部 未来的广阔天地 是随意你们驰骋的 你们越强大 国家才会发展的越强大 你们和国家是一体的 好了 我们看了这个八亿冲突 和新加坡金融 就大概明白了国际局势 那就是啊 西方邪恶帝国正在死亡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接管全世界 那么我们想一下 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是敌人自己就完蛋了吗 根本不可能啊 这一切发生的根本 是习主席带来了下一个科技时代 那么这个科技时代 它怎么体现呢 我就具体为大家讲一下啊 为什么我说 下一个科技时代 是颠覆了美国的芯片时代 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方面啊 都是华为公司的科技发展 先说第一 就是华为宣布 推出自己的全新指令集 这个东西啊 绝大部分人 不知道它的划时代意义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啊 所以我不能从专业角度 为大家详细解读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外行人的话 说明其本质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芯片时代 那么芯片是什么 我们提炼其本质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庞大的城市道路网 只是在人间城市道路网上 跑的是汽车 行人 而芯片这个世界 它跑的是电子 就这么简单 所以啊 我们就把芯片啊 看成城市的一条条道路 最终组成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络 这就对了 那么指令集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啊 这个路网的行走规则 我给大家一个最好理解的啊 就是红绿灯 红灯停 绿灯行 行车靠右 对吧 简单吧 这就是指令集 在华为推出新的指令集之前 全世界 其实我们可以说啊 就一套指令集 就是美国的指令集 不管谁做芯片 你都得按照 现在的美国指令集行动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这个指令集啊 它是随着芯片发展起来的 道路啊 不是一天就建设好的 那是一路发展过来的 最终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 你看在中国啊 你要靠右行驶 你不能靠左行驶 你也不能随便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那就乱套了 美国的指令集 规定了行车规矩 大家都这么走 这就是美国的芯片时代 那么你说 为什么华为要推出新的指令集呢 这就要说到本质了 未来的芯片 是下一代芯片 具体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和以前的不同了 如果相同 那就根本没必要推出新的指令集 我为了说的更简单清晰 更本质 我给你做个最容易明白的比喻 美国的芯片时代 就好像啊 满清时代的路啊 你想一下啊 又比如清末民初吧 道路上没有汽车 只有马车 驴车 牛车 还有抬轿子的 而且呢 道路上也没有立交桥 没有地下通道 一切都是平面的 所以满清的指令集 就是不需要考虑汽车 也没有说从立交桥上走 大家都走在平路上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现在中国造出来了汽车 那么汽车也是跑在道路上 对吧 同时中国造出新的芯片 这个新的芯片 就是新的道路网络 这上面有立交桥 有地下通道 因此这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啊 本质的矛盾出现了 你按照满清那一套走 他不认立交桥啊 所以汽车跑到立交桥前面 本来直接走就可以 可以过去了啊 但是满清指令集 认为这是平地 他不承认有立交桥 他这是个十字路口 所以你得停下来 大家懂了吧 中国新的芯片 就是新的路网 这个新的路网 现在还用满清的交通规则 你说是 是不是不可以 当然他也可以 你等等也能过去 但是这能发挥 全新路网的效率吗 根本不可能啊 你还走满清的交通规则 立交桥不就是白修了吗 汽车不就是白灶了吗 大家懂了吧 所以呢 中国一定要搞一套新的 适合新的汽车 新的路网的 全新交通规则 这就是全新指令级 只有这个指令级 才能发挥全新路网 和全新汽车的全部能力 而且这地方还不是说 只是交通灯的问题 这太浅了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满清时候 路上跑的是马车 你运一车煤 那是马车 拉着一车煤 然后到了地方 这个马要去马槽吃草 大车呢 到另外地方卸货 可是现在中国造出汽车来了 载重汽车 它不需要吃草了 它要加油站 而且装卸货 也不可能是马车那一套了 大家懂了吧 这个全新芯片 全新科技 它就是汽车时代 取代马车时代 一切都要变 否则你的汽车 就根本等于没有用 那你还不如直接用马车呢 因此啊 就必须有全新指令级 它是一整套 全新的城市建设 一旦呢 全新指令级推出 其实就是我这两张图啊 两个时代的对比 就是汽车和汽车时代 取代了马车和马车时代 大家懂了吧 说完了指令级呢 我再说一下啊 华为宣布 鸿蒙不再兼容安卓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还和指令级啊 有点不同 我再给大家做个比喻 安卓呀 微软呢 就是苹果呀 他们的操作系统啊 就是好像工具 我为了说的更清晰 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啊 这就好像 我们要造一个木头房子啊 我们只用木头造 别的都不用啊 就是搭积木一样搭起来 那么安卓呀 微软呀 苹果呀 等等啊 他们有个最小的木头单位 就是一尺 没有比一尺更短的木头了 而鸿蒙 它是新的操作系统 我们假设 它的最小单位是一寸 大家一看就懂了吧 你按照美国的操作系统来 我们造一个三尺的房子 只要三根木头就可以 那么鸿蒙呢 用三十根木头也造出来了 你看这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现在时代发展啊 前进了 我们需要一个三寸的房子 你说怎么办 美国人没有办法搭建了 它最小的木头是一尺啊 我只要三寸 它做不到 而鸿蒙呢 只要三根木头就造好了 大家懂了吧 所以呢 鸿蒙不再兼容安卓 其实是说呀 鸿蒙要开始打造全新的房子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而以前的美国操作系统啊 它做不到 如果鸿蒙兼容安卓 就是鸿蒙永远只能造 美国时代一尺以上的房子 这就是新时代永远来不了 鸿蒙不兼容安卓 就是万物互联的真正开始 美国为什么不能万物互联 就是因为它那个最小尺寸是一尺 这个玩意儿太大了 你装在手机上 装在个人电脑上还可以 但是你装在更小单位 它太大了 它装不上去呀 所以啊 美国的操作系统 从本质上 它就不能互联 它太大了 而中国的鸿蒙 就是对 这个针对万物互联来的 所以那个最基本单位 非常小 非常细致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实现 万物互联 大家懂了吧 那个指令级 它都不能看成软件 它应该算是硬件 它是和芯片绑定在一起的 而鸿蒙呢 就是软件 你看啊 我们在软硬两个方面 都进入了下一个科技时代 其实本质啊 你就看我视频里面 这两张图 这就好像啊 现在的北京 对比啊 一百多年前的满清一样 满清和现在的中国 哪有可比性啊 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呢 美国的芯片时代 和我们的新科技时代 差距就好像啊 满清和现在的我们 同样巨大 是本质的全面落后 而落后就意味着淘汰 你看全世界 现在谁还赶马车呀 没有了吧 大家看看这个就明白了啊 新的科技时代 只要展现出来 那么就是势不可挡 一定会霸占 并且统治全世界 这才是啊 习主席推翻 西方邪恶帝国的根本 就是因为啊 习主席带来了 下一个科技时代 所以美国 以色列 新加坡这样的啊 西方邪神 人间马载 他们只能投降 不投降呢 就是死啊 因为啊 人间万象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啊 美国是暗中配合我们 那么以色列 他就死不悔改 而新加坡呢 他是明着配合我们 大家懂了吧 全新的属于中国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 正在来临 这一刻 我们全体中国人 其实是啊 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 我直接说了吧 就现在的中国人 和中国的官僚 你们还是满清的 以老以少 你们生活在全新时代 但是你们跟不上这个节奏 所以才需要啊 官员迅速成长为干部 你们要紧跟时代 否则你们当什么官啊 还是当老百姓吧 你们负担不起这个责任 好了 对于下一个科技时代 我只能照样比喻着 给大家讲明白 具体呢 我也就不能讲了 因为我也不懂具体的技术了 那么呢 我们就接下来 进入西游记的故事 我还得啊 先说一下昨天的情节啊 西游记中的文字啊 蕴含着大量信息 我经常解读不完全 起码呢不详细 我们先看啊 红孩 他的武器是火尖枪 这个我昨天解释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含义 我昨天没看出来 今天我就知道了啊 你把这三个字啊 调过来 它是枪尖火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强奸祸的意思 这是说九转灵魂极端 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是强奸犯 尤其是强奸幼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还是和钻头有关 钻头他细啊 他那么细 他能是男人吗 他就很变态 所以他们就是强奸幼女 成年人他们都不强奸 他们强奸幼女 我估计这说的 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 当然啊 绝不是只有他们俩 你看叶剑英 直接在家门口搞出来一个大忌愿 那就是为了满足他的邪恶欲望 他们都是强奸犯 强奸货 我现在说呢 当然没有证据了 我只是个底层老百姓 但是我以后有了神通 我直接独具他们的记忆 那么他们的一切犯罪行为 我都可以切实的看到 那时候我会将他们的一切罪证 都揭露给大家看 我们明白了这个啊 再看另一个细节 红孩对着自己的鼻子 打了两拳 昨天我没有说两拳的具体含义 你注意啊 他为什么不是一拳 为什么不是三拳 如果你说只是为了打出去 那么一拳就够了 那三四五六七八拳也可以 这里特意写了两拳 就是因为要突出二这个数字 当年党内头号走资派 就是刘少奇 而明确无误的 第二号走资派 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就代表了二 他就是个发二的人 同时呢 党内头号人物是毛主席 二号人物是周温来 这都明确无误的 所以这个两拳直接点出 杀死刘少奇的是邓小平 软禁毛主席的是周温来 这里主要说的是啊 杀死刘少奇这个历史 所以这地方主要说的就是邓小平 这个红孩就是邓小平 那两拳就把这个刘少奇打死了 然后你看啊 红孩他用血查红了脸 你注意啊 这个血是哪来的 是鼻子流出来的 这是说 这个血是刘少奇的 是邓小平通过杀死刘少奇 立功了 他才个人继续发展 这个情节 前面故事我都详细讲过 这里是神仙啊 再告诉我们一遍 然而这个时候 不是简单重复 而是为了后续的发展 你看啊 这个邓小平啊 他用刘少奇的血 查红了脸 他是为了刷功名 他脸就红了吗 他就更革命了 可是到了1976年 毛主席去世之后 邓小平立刻倒打一趴 他说呀 刘少奇可不是我杀死的啊 那是毛主席指使红卫兵 迫害死的 这就是告状的意思了 这句话是猪八戒说的啊 猪八戒代表了官僚集团 这是说的 这件事啊 就是杀死刘少奇啊 邓小平他倒打一趴 他说刘少奇可不是我害死的 那是别人干的 官府啊 你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这就是告状的深刻含义了 杀人犯 邓小平摇身一变 反倒成了无辜者 甚至是他装成英雄 其实你说 刘少奇的媳妇王光美 能不知道这一切吗 他太清楚了 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 王光美敢说半个不字吗 你打死他也不敢啊 他还有孩子呢 如果他敢说 不对 就是你死错的邓小平 杀的我男人 那么王光美和他的孩子 立刻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甚至都成为啊 江青一伙了 他们的跟死人包也就是一体子了 大家懂了吧 所以啊 王光美反倒必须装出 对邓小平感激涕零的样子 当然 之后邓小平也没有亏待王光美 这个光大银行 那不就是他们家的吗 为了让大家加持印象啊 你就看看 这一帮演技派是怎么骗人的 你就看看这个电影情节啊 你看邓小平是多么的恶心 他双手沾满了刘少奇的鲜血 然后他就能用这一双带血的手 去握住刘少奇媳妇的手 而且王光美还不敢有半点不满 还得装出感激涕零 这一群人啊 都是最顶尖的演员 中国娱乐圈那帮 影帝影后 在邓小平王光美面前 你们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邓小平周恩来王光美这帮人 才是真正的人间顶级演员啊 邓小平这个演技 都是跟周恩来学的 邓小平都这么厉害 那么你想想 周恩来的演技 简直是空前绝后 人间第一人啊 所以到了现在 很多中国人民 还是认识不清楚啊 周恩来的恶魔真面目 大家就看看这个视频啊 加深印象 把刘少奇同志打倒 是个非常慌感的历史悲剧 一个国家主席 就凭一张大纸包 几个小奖 就把人弄下来 这真唱吗 刘少奇同志是党的副主席 是国家主席 他在十年动荡中 被私人帮务协 在遭受非人般的折磨后 含冤逝事 1979年初中央决定 重新审理刘少奇案 在几个月的调查过程中 刘少奇的夫人 王光美同志 首先被平反 小平同志只是有关不明 恢复王光美同志 应有的政治权利 时间来到1979年6月中旬 五届政协二次会议在京召开 这也是王光美同志 在十年来 首次参加政治会议 会后所有与会人员相继离场 只有王光美同志 坐在原地不知所谓 王光美被平反后 很想对邓公说句谢谢 但犹豫了许久 他还是起身离开的作用 他害怕公开与邓公打招呼 会对邓公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 王光美同志 一等一等 请到主席太上来 就在王光美走入 人流即将离开之时 邓公突然拿起话筒 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中 王光美走到了主席台前 邓公亲切地 与王光美同志握手 这很明显是邓公在释放信号 王光美同志是无罪的 是可以被党和人民信任的 随后王光美同志 先后离夜见英元帅 华国风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握手 会场上响起阵阵掌声 看到了吧 你看这个死兔子 邓小平多能装 王光美多能演 这都是一群演员呢 他们明着欺骗全中国人民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呢 勾心斗角 都是一群混蛋 然后再说一下 那个五辆小车 这代表了 一个个五年计划 这是说呀 邓小平时代的五年计划 完全是为了卖国服务的 此时你回忆一下 之前在保林寺 说到了打工计划 看到了吧 胡锦涛制定的五年计划 就是把中国人民 全变成打工仔 变成奴隶 被为白皮黑鬼服务 还有呢 这个地方叫做浩山 而车子是五辆 这加在一起呢 是五号的意思 这是五豪两个字 五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 所以这地方也是准确点出啊 汉奸大头目 就是周恩来 只是他隐身了 因为他就变成了五辆小车了 大家懂了吧 机油记中的文字 实在是含义太丰富了 太深刻了 我经常是不能解读完全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啊 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看看今天的故事 接下来一段文字啊 含义十分复杂 现在真是越说越困难了 因为啊 层次越来越高 如果没有前期啊 几百几的铺垫 大家直接看这一集 就不好看懂了 当时猪八戒跑了 只剩下孙悟空一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说的就是毛主席了 毛主席没有得到官僚极端支持 也没有军队的支持 他其实是孤身一人的 他捏着碧火绝 撞入火中 此时这个火是什么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从始至终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 十分清醒 他自己可没有陷入这种革命烈火 他是清醒的看着人间 妖怪看到孙悟空过来 他就又喷出几口火 那就是周恩来挑动群众 斗群众 文化大革命就从文斗 发展到武斗 民间就乱套了 然后下面就是一段 对这个火的描写 可是这个时候 火的含义一再变化 我详细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火 身微显赫 遍地红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发展到顶端 然后神仙告诉我们 这个火 不是随人钻木的火 这什么意思呢 随人钻木取火 那是我们的祖先文明 这是中华文明的根源 这个文化大革命 不是中华文明的根源 这个火也不是老子炮丹 老子炮丹 这不是说的西方邪称了 你可以理解为中医 这样理解就可以 中医是治病救命的 这是说文化大革命 也不能对中国社会 治病救命 这个火呢 不是天火 天火是来自天上神仙界 不是天火 是说文化大革命 不是来自天上东方神仙界 这个火也不是野火 野火是野生的 是从民间开始 这个也不是 文化大革命 不是发源于民间 而是毛主席 从党中央开始下的命令 可是最终这个火 变成了妖精的三昧真火 这是说文革从一开始 就被周恩来给利用了 这就是三昧真火 昧了良心的 后面说到了 五辆车和五行 此时这个火 是从车子喷出来的 这地方含义又完全不同了 这个火是说思想 或者说中华文明 五辆车呀 这代表了物质财富 中华文明不仅仅是思想 它也孕育出丰富的物质财富 所以这个火 也代表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你就看这段话 说到了最后一句 生生化化 结阴火 火便长空 万物容 妖邪久物 呼三昧 永振西方 第一名 这个是说的呀 咱们这个人类世界 真正的物质财富来源 是中华文明 所以才呀 生生化化 结阴火 火便长空 万物容 而且你看啊 是啊 永振西方 第一名 这是说的啊 中国管理这个世界 你只用思想 就是你只靠嘴头说 这绝对不行 你得用火 那么什么是火呢 就是开枪放炮啊 这就是说的啊 中国必须有 绝对强大的军事武装 这样才能保障 我们管理这个世界 可是啊 最近几百年 这个武装 被白皮拿走了 他们就演化为啊 三昧真火 这就是啊 妖邪久物 呼三昧 大家懂了吧 那你看这时候啊 孙悟空就挡不住了 他看不到 妖怪 动门前的路径 就抽身 抽身的 跳出火中 这说的就是啊 毛主席被软禁了 那么他其实就 不能参与 文化大革命了 1973年之后的文革 都是周恩来暗中操纵 于是你看这里写了啊 妖精看到 孙悟空走了 他就收了火炬 你看这地方写的是多豆 火炬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说 那五辆小车呢 他非说火炬呢 因为这代表了 火炬火把 是革命的火炬 这说到了啊 毛主席去世 邓小平上来 邓小平一上来 革命的火炬就没了 而且是被邓小平给收走了 中国当时最高的国家领导人 死兔子邓小平 他亲手熄灭了 革命火炬 他以为自己胜利了 然后他就 闭了石门 和小妖精吃喝玩乐 这就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而且石门呢 就是一直写到了啊 邓小平死后夺赦 大家看懂了吧 下面一段情节啊 陈仙真的是啊 一点没有保留自己的观点 他是非常坦白的 把人间真实 展现给人民看到 说到这里啊 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知道大家对毛主席感情深厚 我也同样如此 可是啊 毛主席三十年最终失败了 那么如果神仙不告诉人民 毛主席失败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是觉得 毛主席差一点成功 那么我们就会 再次被周恩来二世 邓小平二世 以同样手段夺取胜利果实 因此这段情节 是直接对毛主席时代 不留情面的剖析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客观冷静的看待 孙悟空跳过哭松剑 这就是时间来到了邓小平时代 那么此时的孙悟空是谁呢 他是毛主席的灵魂 这个时候 毛主席灵魂没有回到天上 而是被困在人间 他听到猪八戒和沙盒上 在松肩朗朗的讲话 猪八戒此时就是啊 邓小平为代表的九转灵魂 沙盒上就是西方邪神 这是说呀 邓小平时代大兴宗教 西方邪神在人间的体系 就是宗教 在中国就是道教 佛教 伊斯兰教等等 是在白皮在欧洲啊 是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就这些 我单说中国啊 邓小平时代宗教大兴 而且达赖班禅为代表的 藏传佛教 更是高居在一切宗教之上 体现在社会层面 我说一个当时大家都知道的社会情况 就是藏民带着刀子满北京市溜的 卖切糕啊 强卖强卖 那个切糕一刀下去 说多少斤就多少斤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 他就是明抢啊 整个北京市 无人敢管这些带刀的藏民 你一个汉人被他们砍死砍伤都活该 北京都如此 你更别说全中国了 这就是啊 猪八戒和沙和尚 朗朗的说话一次 他们非常开心 已经不遮掩了 孙悟空就上去对猪八戒喝道 你这呆子 全无人气 看到了吧 这话说的多直接了 这是直接点出 邓小平时代 统治中国的都是旧转灵魂 说到这里啊 我真是不由自主的要猜测一下啊 这就是说 过去那么多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是不是八九成都是旧转灵魂呢 你以十八大举例啊 十八大七个政治局常委 齐主席一个是神仙下界 李克强一个是凡人 他估计是邓小平的私生子 否则他到不了这个位置 那么剩下五个呢 是不是都是旧转灵魂呢 很可能如此啊 要不怎么王岐山去了英国女王葬礼呢 而且他现在还逃跑了 他都不在国内了 十八大都如此 那么之前更可能了 所以毛主席说 你这猪八戒全无人气 就是邓小平时代的高层 全是九转灵魂 然后呢 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啊 我有些南北 什么叫有些南北呀 有南北 那么没有什么呀 就是没有东西 这是说 毛主席去世了 不是具体的活人了 他只是灵魂的形式了 猪八戒这个时候 笑着说道 猪八戒就是邓小平了啊 是活着时候的邓小平啊 他说呀 毛主席啊 你被妖精说对了 果然是不识时务 古人云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 那个妖精啊 不和你认亲 你强要认亲 他放出无情火 你还不走 你还要恋战 所以你就败了 这地方什么意思呢 这直接说到了啊 毛主席的一生 从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 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你看啊 今天是21号 正是在1921年 毛主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过几天呢 就是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 那么今天就在这一集 神仙要我呀 回顾毛主席的一生 这地方呢 我也不多说了 我就大概说一下啊 1921年 毛主席建立中国共产党 他是打着马列旗号 对吧 马列就是妖精 因为他本来就是 西方协身制造出来的 思想武器 关键是毛主席知道这一点 他是神仙啊 他什么都知道 毛主席打着马列旗帜 就是和妖精认亲 就是强要认亲还是 可是毛主席 还是用了马列武器 为什么呢 你这时候啊 要看这段的最后一段话了啊 孙悟空说了啊 我再和这个妖精 斗几个回合 我取巧 捞他一棒 捞他一棒 我就啊 他就被我打败了 关键就是取巧这两个字 还有捞 这都有特别形象的含义 说到这里啊 大家一定要对比啊 毛主席和习主席两个神仙 你要对比的看 否则你根本看不懂 这段话的含义 你要知道啊 毛主席 他也是带着下一个科技时代 下来人间的 习主席同样也是 他们都是东方神仙下界 都带着下一个科技时代 但是啊 毛主席 他一直要利用的 就是他那个科技时代 就是芯片时代 他一直想啊 通过芯片时代 弯道超车 我再说明快点吧 当年中国人民 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你说对不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是对的 否则我们怎么能 最快速度 追上当时的科技水平呢 我们连中共也都没有 可是人民呢 他不是我一个人 也不是你一个人 人民是一个庞大的阶级 人民也需要切实的物质享受 我这么说吧 这个重工业 钢铁厂 你练出一吨钢 这对于国家发展 有巨大的重大的作用 可是这一吨钢啊 哪个老百姓也不能吃 也不能穿 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改善 他不能从这块钢上得到 因此呢 当时老百姓 你纯粹啊 从个人物质享受来说 是需要轻工业的 我们起码要穿好点 咱们都不说穿好点吧 起码这有衣服穿的得体一些 大家懂了吧 我们回顾啊 毛主席事案 你会发现啊 如果我们把重工业和轻工业 看成一个人的两条腿 那么毛主席事案 这个人呢 他是个瘸子 他轻工业这条腿太短了 所以这才有了啊 这我问来 邓小平翻盘的基础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当年邓小平四大金刚之一 万里 他跑到安徽 再呀 班竹园公社和燕子和公社交界的深山区 他看到一个农民没裤子穿 这是1977年毛主席去世了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为了宣传包产到户 宣传改革开放 做的前期准备 就是这个宣传方面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 这是万里编造的 是假的 这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也的确说明啊 毛主席时代 轻工业 它是一个短板 没有发展起来 因为都像重工业倾斜了 这也就是前面孙悟空说的啊 我有些南北 有些南北 那么没有什么呀 就是没有东西啊 老百姓没有东西 没有什么物财富 尤其是轻工业产品 太缺少了 好了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啊 你再想想啊 毛主席能不知道这个吗 他当然知道了 他太知道了 他比谁都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啊 毛主席解决人民缺少东西的这个问题啊 他的解决手段特别有创意 你看啊 毛主席写了那么多诗词 而且几乎每一首啊 都流传千古 这充分体现了 他有诗人的气质 甚至是特性 那就是一个啊 帝王一样的李白 一开口就是啊 飞流直下三千尺 你看啊 秦始皇 汉武帝 都没有这样的诗人气势 他们就是 纯粹的人间帝王 毛主席 他更多像一个诗人 所以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是与众不同的 它不同于秦始皇和汉武帝 毛主席怎么想呢 他想着呀 我们这一代人呢 多受点罪 我们不管别的啊 一路搞出芯片 那么当芯片出来了 世界就进入了下一个科技时代了 那么 我们把芯片卖的 比黄金还贵的多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无论中国管理世界 还是白皮管理世界 你单纯看人间 是最高科技管理世界 你没有最高科技 你凭什么管理世界 只靠战争根本行不通 再说你也打不过别人 你科技都不行 所以呢 毛主席啊 他其实有个时间表 你看啊 我们算 九十年代 计算机开始算比较普及吧 就在中国嘛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因为啊 芯片时代 其实是毛主席带来的 所以毛主席的计划 应该是在七十年代末期 最多在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就量产芯片了 中国那个时候 就进入了芯片时代 一旦中国进入芯片时代 那么美国的 欧洲的 日本的 所有轻工业体系 他们就是大白菜 我们的芯片 就是黄金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 所有轻工业需要 从冰箱彩电 洗衣机 到衣服 裤子 鞋子 都是白皮给我们制造 我们只要把持住芯片 我们就一瞬间 让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超英赶美 不在话下 大家懂了吧 我再说得明白点啊 毛主席的计划是啊 不需要努力发展轻工业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 我们不能一块发展 而是集中力量 科技攻关 争取在七十年代末 到八十年代初 让芯片量产 这就彻底解决了 中国人民的啊 所有轻工业需求 大家懂了吧 当你懂了这个 你再看毛主席的一生 你就看得更明白了 前面我说了啊 毛主席 1921年 是打着马列旗号 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和妖精 强要认亲 为什么毛主席 打着马列旗号 因为这是 这玩意儿啊 他是西方协生的新生儿 这是马列啊 西方协生正在权力培养马列 毛主席就取了一个巧 这就是取巧 看懂了吧 之后毛主席 为什么 一直不跟周恩来 陈云 刘少奇 邓小平 这样的明面汉奸 翻脸 还有九转灵魂 他都知道啊 他为什么不翻脸 那就是因为 他一直计划 利用这些罕见 加快中国发展 这还是取巧 而具体的例子 就是苏联大规模圆滑 那就是因为有刘少奇啊 大家想一下啊 如果中国内部 没有刘少奇 这个苏联最大代理人 那么你看苏联 能给我那么多演助吗 根本不可能啊 大家懂了吧 这个圆滑 也是取巧的一部分 这就是卢八戒说的啊 孙悟空 你非要和妖精认亲 而妖精根本不认你的 这里就是说的 毛主席 一直试图利用 西方邪神的人间力量 但是西方邪神非常清楚 毛主席是东方神仙下界 你利用我 那我也就反过来 用这些对付你啊 这周恩来 我就是一直在中国国内吗 还在最高层 那么你说 怎么可能 西方邪神 会被毛主席欺骗呢 在最高层 都不存在欺骗 毛主席是什么人 周恩来是什么人 双方都很清楚 你看 猪八戒还说了啊 妖精都放出无情火了 你还不走 这就是说的啊 毛主席去世前 周恩来这样的九转灵魂 已经多次阴谋 对付毛主席了 都不用说苏居夺权 你就看1967年7月20日 周恩来发动陈载道 事主在武汉绑架毛主席 而毛主席经过这件事 竟然还没有和周恩来翻脸 这就是 孙悟空死活不走啊 这妖怪都放出无情火了 孙悟空还不走 大家看懂了吧 这就是说的啊 毛主席为了在七八十年代 以他带来的芯片科技 弯道超车 所以最终结果是彻底失败 毛主席带来的芯片时代 被邓小平转手就送给了美国人 之后邓小平还反过来 掐死了中国内部的科技发展 我们反倒被美国用毛主席的芯片 奴役了好几十年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二十大之前 大家懂了吧 那么你看啊 这一切都被神仙总结在这一句话中 孙悟空说 我要举巧 看到了吧 毛主席越过了轻工业发展 这就是曲巧 结果最终就是失败的很彻底 这个时候我还得对照来说 否则大家不明白 为什么神仙要做这个总结 对照的呢 就是习主席 我们看看啊 习主席时代 我单说人民 个人的物质享受 我们现在和西方白皮 是不是基本扯平了 你穿的 用的 甚至开的车 等等一切 美国人 英国人 日本人 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他们不但没有超过我们 反而是很多地方 他们比不过我们了 我简单归纳为啊 轻工业大发展 可以吧 一个人 两条腿 重工业 轻工业 这都不齐了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正常走路了 不用一拐一拐的走了 而中国人民的生活 怎么能提高的 这个不是我说啊 这个我不是说 完全是习主席一个人的功劳 这是西游记中记录的 东方增长天王 这是说 在邓小平时代 全世界呀 是芯片时代的来临 全世界都因为这个时代来临 而高速发展 而我们中国 就在这个期间 玩命发展一切 不试图弯道超车了 我直接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意思吧 如果我说的再准确点 那就是 其实在更早时候 习主席就可以让 下一个科技时代 展现出来 但是习主席 没有这么做 大家懂了吧 他一直耐心等待 等到全体中国人 轻工业水平上去了 这个时候 才会展现他带来的 下一个科技时代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提前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这个科技时代 展露出来 那么那个时候 中国人的确生活水平 比不上欧美 日本 这不就又回到 毛主席时代吗 你看看啊 此兔子 邓小平 他怎么拉拢的人民 就是靠冰箱彩电洗衣机 甚至就是 西方人穿过的旧衣服 就这帮垃圾 大规模运到中国 就这点玩意儿 就把中国人民 都拉过去了 如果习主席 提前二十年 展现这个新的科技时代 那么那个时候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还比欧美 日本差一截 所以邓小平 还能用同样的方法 拉拢人民 再将这个 全新的科技时代 送给美国 那我们就完了 所以呢 习主席 没有过早的 展现这个科技时代 而是按部就班的 补齐短板 直到中国人 各个方面都接近 甚至超越了 全世界最高水平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下一个科技时代 它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展开了 你看啊 当我们中国 全面追平了 上一个科技时代的时候 那么邓小平 还怎么拉拢人民 你就别说别人了 就是我儿子这一代啊 他是90后 这一代人呢 完全不鸟西方 他们是看不起欧美的 这就是中国内部 有了留住 下一个科技时代的基础 因此这个时候 习主席才为大家展现出下一个科技时代 我还给你具体举个例子啊 我就用汽车来举例 大家更好明白 美国新变时代 汽车是一个代表 就是烧汽油的 而中国的科技时代呢 汽车也是代表 但是这不是烧汽油的了 而是用电的 电车 那么你看啊 我跟你对比一下 我们放到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的计划是啊 我们跳过油车 直接发展电车 因为电车的确对油车 有压倒性优势 结果呢 毛主席没有成功 可是到了习主席时代 你看我们国家啊 不但电车 是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 就是油车 也全面赶上了西方先进水平 我们的油车一点不差 我们的油车 正在全世界 逐步取代 美国 德国 日本的油车 看到了吧 这就是说 习主席没有跳过中间 任何一个环节 他把每一个环节都补齐了 所以呢 他宁可走得慢一些 让下一个科技时代 晚点来临 也要坚决避免的 跳着走路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科技点 都没有跳过 因此我们就好像什么呢 我再给你形象的做个比喻啊 毛主席啊 他带来那个芯片时代 所以毛主席啊 他是一心直奔芯片时代 他都不改弯的 他就弄了一个大竹竿 一路向上顶着 因此呢 他需要极为高超的控制能力 你想起什么吗 这个杂技团表演 竹竿上顶着一堆碗 这个竹竿就是道路 那个碗呢 就是芯片 就是这样啊 所以毛主席啊 为了让这个竹竿不倒 他就和周恩来 邓小平 刘少奇 陈云 只能是斗而不破 如果不是刘少奇 严重阻挡了毛主席的路线 就是刘少奇想要把这个竹竿给推倒了 那刘少奇都不会倒台 毛主席呢 就是要以自己超人的政治斗争手腕 他让这个竹竿不倒 结果呢 就是1973年 他失去了这个竹竿 1976年 毛主席去世 竹竿上的碗 就是这个芯片 都被邓小平拿到了 他又送给了美国 现在啊 我们回到习主席时代 习主席对国家的建设 不是支撑这个竹竿 而是建立一座大山 大山当然建立的慢了点 要一层一层的推土上去 可是这个大山只要建成 那就是谁也推不倒啊 我们不用辛苦的 像玩杂技一样的撑着竹竿 我们只要一产子一产子的推土 就可以了 这个虽然见效慢 可是却太扎实了 因此呢 当我们的下一个科技时代 展现出来的时候 美国西方白皮赫然发现 我们的科技啊 是建立在泰山之上 他们推不倒了 因为我们没有短板 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 都可以和全世界比较 那么敌人 真的就对我们啊 无可奈何了 此时啊 我们再对比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时代 就算我们拿出芯片了 那么西方白皮给你展示 冰箱彩电洗衣机 我们没有吧 那么你想一下 就算西方把这些卖给我们 可是全国那么多人 全体铺开 不也需要时间吗 那时候 人民会因为 谁先拿到冰箱彩电洗衣机 谁后拿到 那不是还有怨气吗 对吧 这就是说的 毛主席那个计划 是一直取巧 最终呢 就是失败了 而习主席的计划呢 是绝不取巧 就是要让东西啊 铺满人间 就是物财富铺满人间 你具体到现在 就是遍布全国的基础建设 都完善了 人民的生活 也比以前大幅度提高了 这个时候 才开始展露 下一个科技时代 大家懂了吧 正是因为啊 习主席走得太扎实了 所以敌人就没有办法了 最终发动了三年疫情 我告诉大家啊 如果敌人赢了 那么结果就是啊 二十大习主席不能连任 九转灵魂就会上台了 就是那口眼外 那俩儿子就上来了 白皮黑鬼就完成了 对中国的事实夺赦 我们建设的一切 就都白给了白皮黑鬼 中国人就会再次 被做成人参果 其实就是亡国灭容了 这种情况 最终没有发生 是因为啊 习主席赢了 而习主席为什么能赢 也是因为他走的路 实在是每一步 都特别扎实 半点也没有给敌人机会 这地方实在是 涉及到高层斗争了 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回到故事 刚才那么长一段话 说的就是啊 毛主席的一生 大家也就对毛主席 多了一层本质的理解 毛主席啊 为了人民付出了一切 但是他没有做到啊 圣人不仁 他对人民太仁义了 他为了让人民少受苦 关键这个人民 他不只是说那一代人民 他是想到了子孙后代 他想的太远了 他或者我说的 再直白点吧 毛主席 他其实是让啊 五六十年代 甚至包括七十年代的 中国人民 就是这三代人 替未来三千年的中国人 都把这个苦给吃尽了 之后呢 我们的子孙就享福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 或者说他实在高估了人民 人民呢 整整三代人呢 其实吃苦是能吃苦 可是谁不愿意享福呢 对吧 那谁都愿意享奈福啊 因此呢 邓小平最终就用一根棒棒糖 就骗了全体中国人民 这就是毛主席的取巧没有成功 你看故事里面说了啊 孙悟空问猪八戒 妖怪手段比我强吗 猪八戒说不如你 孙悟空又问猪八戒 妖怪枪法比我好吗 猪八戒还是说不如你 这是说毛主席 他在各个方面 都比周恩来邓小平 这帮人强的太多了 可是最终结果 还是没有成功 那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这是孙悟空说啊 你猪八戒不应该来帮我 如果你不来 我就成功了 这是毛主席说的啊 官僚集团啊 你们纯粹是坏了我的事啊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官僚集团 毛主席只依靠军队和人民 他反倒成功了 大家懂了吧 说到这里呢 我又明白了啊 这地方啊 其实是神仙要我再对官僚集团说话 你看啊 毛主席认为 他失败的本质原因 就是因为周恩来把持了官僚集团 而且他将官僚集团 全变成了汉奸的打手 欺负中国人民 那么现在是习主席时代 而二十大之前 李克强为首的官僚集团 还是汉奸打手 这一点没变呢 所以啊 如果不经过五年大反复 让官僚被彻底改造成干部 那么习主席的科技新时代 还会失败 而习主席绝不会失败 未来三千年正在到来 这是天道 谁也不能阻挡 所以这就是说 官僚集团 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们一定会完全不同于 邓小平三十年了 你们也不会是毛主席时代的干部 你们必须是全新的干部 我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呀 和毛主席时代的干部 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你只说个人 是没有半点区别的 你们就算是做到了啊 毛主席时代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们个个都是雷锋 那也不过是 毛主席时代的干部 你们还是负担不起 未来三千年 你们在习主席时代 成长为干部 你们就要比毛主席时代 有本质不同 这个本质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要知道啊 世界真相 毛主席时代的干部 没有一个人知道世界真相 他们不知道 周恩来是九转灵魂 更不知道毛主席神仙下界 天上还有神仙 而你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而且你们应该知道啊 你看看啊 我的视频这都多少集了 四百多集了 我来来回回说的 就是这么一件事 而我的视频到现在还没被封 我本人呢 还一天一集的出视频 而且我再让你们啊 用脑袋仔细思考一下啊 我直接说到了 周恩来是汉奸 是九转灵魂 邓小平是老玻璃死兔子 而且中共委都集体夺赦了 马列要被彻底推翻 那你看这些话 哪个不是说的现在的共产党啊 这都是吧 可是我的视频还没被封 而且我还说啊 我是在替习主席传达精神 那么你看看 如果民间有一个老百姓 他说自己代表习主席讲话 你觉得国家能允许吗 当然不能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被抓 我还一天天的说 这充分说明 我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我说的话 就是习主席 要传达给你们的精神 这一集呢 尤其这段情节啊 彻底讲明白了啊 毛主席的根本计划 和习主席的根本计划 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么你们这些官僚 就要不断成长 你们先要彻底丢掉 邓小平时代的烙印 你们要人人过关 之后啊 你们要迅速成长 你们还不能成成长为啊 就长到毛主席时代的干部 就不长了 那不是你们的榜样 你们其实没有榜样 如果说有啊 那就是习主席本人了 就是啊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 这个还只是精神层面 具体到行政方面 你要看看啊 这里说了啊 你们不能取巧 而是如堆积大山一样 一铲子一铲子的堆土啊 踏踏实实的工作 你们可不能再撑着长竹竿了 那样太危险了 绝不是正确道路 好了啊 这段话就是完全对官僚集团说的 你们回忆毛主席的一生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完全正确 同时你们再思考啊 中国这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历史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本质 我相信啊 你们都是聪明人 你们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最终你们会成长为啊 符合习主席新时代要求的全新干部 希望你们呢 多多思考 你们都是金木 你们要保护好婴儿 好一代一代传承 中华文明 习主席新时代来临的速度 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得多 你就看看这个新闻啊 十部委联合发文 到2025年 基层中医管实现 百分百全覆盖 中医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 2025年 那今年马上就2024年了 你看多快 中医管全面覆盖 这速度是不是远超所有人想象 五年大反腐啊 时间都快过去一年了 你们还有四年时间 那我就预祝真正的干部 在这四年中飞快成长起来 好了 那么这个时间够长了 这一期呢就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